焦点169 动物的排泄构造 草铝虫和水席 生活于淡水中的草铝虫与水席以扩散方式排泄胺 草铝虫耗能来脏缩伸缩泡 可将细胞内过多的水排出 调节细胞质内的渗透压 避免虫体脏破 蜗虫 原肾管 分布身体两侧的一系列相互交错的管道 称为排泄小管 位于排泄小管的末端的燕细胞 具有一处鲜毛 借鲜毛摆动而吸取周围组织间隙的体液 推送至排泄小管 排泄小管具有再吸收功能 将有用物质再吸收 含氮飞物由肠道和体表胜出 或由排泄孔排出体外 蚯蚓 胜管 蚯蚓除前端三节与最末的体节外 其他个体节皆具有一对肾管 肾管在体腔内的肉头型开口称为肾口 肾口周围具有鲜毛 借鲜毛摆动将体液经肾口排入肾管 体液经进入肾管后 有机养分与部分眼泪经管壁细胞再吸收送入尾血管 最后肾管将体内多余的水和无用的肺物形成尿液 由肾孔排出体外 蝗虫 蝗蝗的排泄构造为蝗蝗 或称蝗蝗小管 蝗蝗是消化道往体腔伸出的管状凸起 蝗蝗的一端为封闭的盲管 深入血腔内与血淋巴密切接触 另一端连于中肠与后肠之间 马肾管外壁具有肌肉层缓慢蠕动 体液中的水、眼泪、尿酸等经马肾管进入消化管 眼泪与水在后肠经再吸收回到体腔 使消化管内的尿酸逐渐形成结晶 最后尿酸与食物残渣在磁肠形成干燥的粪便 由肛门排出体外 感谢观看